觀眾朋友好喔 讚喔 乾杯 莉亞 乾杯 哇 乾杯女神 真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前期有那種 兩邊都好想去的狀態 好累喔 好累 可是當我比較 又去跑步 然後有時候又去跟朋友喝一杯的時候 他們就說你最近在忙什麼啊 酒量變差了耶 對 比較少出現 他們就說 知道我要去跑馬拉松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一時新鮮好玩啊 你很快就回來了 我衝著這句話 不回來 跑一場馬拉松之後 再回來慶功宴 就是跑完了馬拉松 然後回夜店去慶功宴 對 我想要做的就是這樣 就慢慢的這個重心已經在轉移了 然後 就從夜店界轉到了運動界 因為運動會讓我身體產生變化 不管是外在或內在 那這個成就感是我自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那如果是偶爾喝一兩杯的開心 那個我覺得適可而止 就夠了 我們想聽聽看 你在運動裡面找到了什麼樣的自信 跟那個成就感 我覺得很明顯 就光跑步來講好了 我一開始操場一圈 就覺得 氣喘不過啊 接不下去 那到後來 因為訓練 然後慢慢的可以把時間拉長 然後甚至是數字上的進步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是很實質的 我會開始感謝我爸媽 他生給我這個樣子的身體 對 那而且也會受到很多鼓勵 我開始會覺得說 我好像越來越棒了 然後我可以一直對王莉亞說 王莉亞你很棒 那你可以去鼓勵別人 我可以鼓勵也想要一起運動的女生 這種東西是加倍的成就感 以及到後來人家就說 你現在的身材比你年輕 剛入行的時候還要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外在的改變 以及說膚質狀況啊 還有每一次工作的時候 我有話題 新的話題可以跟別人聊 我也是從跑步裡面 得到一些小小的成就感 雖然不是很強 我剛剛一直跑 一直跑不動 好喘好喘 大家給我好多鼓勵 可是這時候我最大的成就感來自於說 哇 我終於可以跑完 譬如一公里 兩公里 對 這時候我最享受的是 帶一位新的朋友去 他才跑一圈就不行了 我就好高興 加油 其實像這樣的朋友 我已經漸漸的也是 不用來往好了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朋友 他們也是很會鼓勵我 他們說 喝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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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 只要吃到飽找我去一定滑得來 那我覺得美食 那都是一種人生的自我挑戰 美食也是我想要繼續運動的動力 真的齁 因為模特兒那時候不能享受食物 我覺得說吃這個會胖 對對對 model都不能吃到飽嗎 就會有客 是因為吃到飽 工作就會受影響 我跟你講你即便再瘦的那種模特兒 那種紙片模特兒 他真的很愛吃到飽 他食戀也很大 可是看起來是瘦對不對 但他會胃突 對 你那衣服穿起來會不好看 所以其實就是說 要像莉亞講的 你還是要消耗 所以你運動之後 提高了你的每天基礎代謝之後 你可以放心的吃 我可以可能幫自己規定說 這個禮拜我有好好的運動 然後好好的健康飲食的話 那我可以放自己兩餐 我想要吃什麼 就去吃什麼 或者是我一場馬拉松之後 我可以吃一些之前 比較少吃到的 像麻辣鍋啊 燒肉啊 漢堡啊 這種東西 就變成說我不用擔心 哇你敢吃漢堡啊 我敢吃 我這種很開心的心情 說我要吃你了 可是考完一場馬拉松 他才可以這樣放肆一下 我要吃你了 來 瑞光老師也幫我們大家分析一下 什麼樣星盤特色的人喔 就是屬於那種 在思想上面 是非常樂觀又正面的 在十二星座當中 我們如果講到樂觀這兩個字啊 特別是跟射手座有關喔 射手座是一個很樂觀 但是呢 如果你的上身不是射手座 然後你的太陽星座也不是射手座 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看看你的星盤當中 你有沒有什麼金星落在射手座啊 金星落在射手座的朋友喔 買幾件漂亮的衣服就開心了 嗯 月亮落在射手座的朋友呢 只要吃幾頓好吃的 他就開心了 好了 實際 那像火星在射手座的人 他可能去運動啊 他就開心了 水星在射手的人 他可能就出國啊 走一走玩一玩 他就開心了 但是呢 我這裡啊 有三個這個組合喔 你可以參考一下 這三個組合的人呢 他不只是自己啊 很樂觀很開心之外呢 他還可以常常鼓舞身邊的人喔 我們來看這個第三名 第三名如果你的上身啊 是天秤座 上身是天秤座的時候呢 非常在乎人際關係 非常在乎身邊的人的感受 再加上呢 他的水星如果是射手座 水星就是代表你思考的模式啦 你在看待這個世界的模式是很樂觀的啦 所以呢 這樣子的組合呢 就很容易啊 為他人著想 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呢 也會站在別人的角度來著想 然後常常會看見人性的光明面 覺得這個世界很好 覺得人性是很好的 看見人性的光輝 他就會覺得一切都很棒 這樣喔 OK 再來我們看呢 如果你的這個 這個第二名呢 是如果你的上身是水平 像莉亞的上身就是水平 對不對 OK 然後再加上 如果你的月亮是射手的話 你的月亮是牡羊 所以呢 當然你就是 可是你看喔 你的木 你有很多射手耶 你的木星也在射手有沒有 天王也在射手有沒有 海王星也有在射手對不對 所以你也是一個 個性本身是蠻樂觀的人喔 那但是你的上身如果是水平 再加上月亮是射手的人呢 這樣的人呢 是屬於啊 事事隨性 少根莖的這個類型的 容易轉念沒煩惱 比方說 遇到這個 這個不開心的事啊 比方說 比方說 比方說錢 比方被朋友騙啊 做生意失敗啊 哎呀沒關係啦 錢再賺就有了啦 啊 比方說失戀啊 沒關係啦 我這麼美我這麼帥 對象再找就有了 就是有這些人呢 他們其實呢 很容易朝正面的方向來想 那當他在難過的時候 你就說啊走走走 來去我們就吃東西 吃個一頓好的 馬上就把所有的煩惱 通通都忘光光了 這個真的就是射手座的天分 就是只要遇到一點點 小小的開心的事 他馬上就可以把 不愉快的事情忘光光了 好 再來我們看喔 第一名呢 如果說你的上身是射手 好啊 或者啦 太陽是射手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你的上身星座是射手 或者是呢 你的太陽星座呢 是射手座的 這樣一個星座的人呢 我告訴你 你就是樂觀正面 然後好運連連貴人多 其實觀眾朋友 你可以觀察你的這個星盤 如果說啊 你的上身是射手座的人 我認為上身射手座的人 是我這輩子 遇過貴人最多的人 是喔 比方說喔 他們可能呢 也不是很能幹 然後也不是很聰明 但是他們就是很哀笑 然後呢看到人 就是很喜歡跟人家親近 那常常都是很開朗 然後很大方 那然後就好道地呢 很真誠 很真誠 那呢沒關係 他呢工作不是很 工作能力不是很強 他搞不好就遇到一個老婆 很照顧他 那比方說呢 也許不是很能幹 那就遇到一個主管呢 非常非常照顧他 非常非常挺他 總之呢只要你樂觀 那你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好運 那你如果沒有射手座 那麼樂觀 那沒關係 多跟他們相處 他們就會把這個樂觀的好運 傳遞給你 你摸我的肩膀 哎呦 軟的 如果你這裡很接近 最近的人 是不是平常很容易痠痛 肩膀痠痛 不但痠痛 而且這裡很容易長骨刺 你的頸椎很容易 那我們要問一下朱老師 朱教練呢本身是健美先生 健美選手 那同時也是體身的教練 是 老師大家都會想說 哎呦某某 跑步會傷膝蓋 不行不行 腿會變粗 手會變壯什麼的 來妳這樣我們看一下 跑步的人腿有沒有變粗 沒有啊 沒有啊 快跑馬拉松 好請坐 你這樣我腿就變短了 我已經夠短了 可是 如果你跑步的姿勢 用得對 就不會有膝蓋受傷 或者是 大腿變粗 但是我要先補充 大腿要變粗 真的很難 我為了比健美 我的腿練這麼粗 已經是我要等我的體重的兩倍 哦 你要等體重的兩倍 哦 我是62公斤 我要等到132公斤 哦 才有可能會變粗 是 將近300磅 嗯 那個重量是 我有時候騎不來的時候 救命救命 沒有人 坐 怎麼這樣 哦 很重 所以並沒有我們女生想的 這麼容易變粗 跑步 這是一個問題 是 比如說 我現在示範一個 這哪裡 我用哪裡跑步 就整個後 後腳 我是用膝蓋在承受重量 但如果我是這樣跑步 嗯 我是用我的大腿 你跑的時候是大腿往前 往前 往前 往前帶 這是用 臀部 大腿 等於說你就是用臀部的肌肉把身體往前帶 嗯 你用的是最大的肌肉圈 臀部跟大腿後側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小腿往前踩 往前踩 嗯 這樣跑 這樣跑 你都是用 關節去承受重量 哦 這時候你的上 骨四頭的前側這一塊肌肉 它會 很緊繃 是 久了之後這裡就會受傷 因為它太緊了 它就把它往外拉 所以你膝蓋就容易 痛 所以跑步 跑正確的人 它這裡 不會痠 它是臀部會痠 對 如果你是用力站的 你的膝蓋會打直 哦 你的韌帶會用力 好現在講的是正確的站姿 對 那正好 最好的站姿是站起來的時候是 尖 你的耳朵 肩膀 骨盆 還有你的腳踝 是一直線 哦 那很多人去運動的時候 忘了這個基本原理 他會 因為打電動 會這樣 哦對 對 大家上網的啦 所有的上班族打電動的 都是這樣 打電腦喔 打手機都是這樣 這樣久了之後 它這裡的頸椎受壓力很大 嗯 當你的頭往前 壓力變大之後 這裡的肌肉就會變緊 嗯 嗯 所以你看喔 你看起來比較沒有肌肉 可是你這裡比我硬 是啊 進水一下就是 它這邊硬 對 它因為抱小孩啦 或者做家事啦 打電腦 可是你看喔 那它看起來很結實對不對 好那你捏捏看 它比你軟一點 真的 是 利亞這塊肌肉比你小 而且比較鬆 好那你捏我吧 我知道比我小了 你捏我的肩膀 哎唷 軟的 嗯 很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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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軟的啦 嗯 是喔 正確健康的肌肉是軟的 我問問一下老師 我已經硬了吧 嗯 有 很軟 硬的 喔 硬的喔 真的 喔老師有軟的 我最硬喔 所以這個 欸 你是我們這裡面最硬的 最硬的 如果你這裡很堅硬 最硬的人 是不是平常很容易痠痛 肩膀痠痛 不但痠痛 而且這裡很容易長骨刺 蛤 你的頸椎很容易長骨刺 所以你要小心 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你這裡很堅硬 嗯 所以你睡覺就會品質不好 對 所以你深度不深 是 深度不深 乾解讀功能不好 你就會越來越 多 斑 皺紋 好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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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不喜歡說實話的來賓 好 那我們該怎麼樣正確的運動 才能夠改善這些僵硬的問題 你可以跑步 其實最重要的運動是 你身體的骨盆有沒有歪掉 好 我們天生的這個骨盆骨架 肩關節 脊椎四周 脊椎四周 髖關節 這個骨架如果是正的 你做什麼運動都好 好 老師 那我們從完全不運動的人 要開始運動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 怎麼看 是不是要先看 老師所講的我們的 髖關節歪了還是正了 前傾還是後傾 還是脊椎正的還是歪的 對 很容易看 我們找一個完美的示範 我嗎 可以嗎 當然 最美的 你幫我們做深蹲的動作 就是坐一半 你站在這個位置 椅子坐一半 好 坐上去 好放鬆 挺胸 嗯 挺胸放鬆 放鬆 真的要放鬆 好 好 各位看畫面上 他的背 是凹進去的 還是凸起來的 有 沒有凸起來 我這樣看 對沒有凸起來 是 好 你把胸挺起來 挺胸 他就凹進去了 這個姿勢是最好的坐姿 所以古人都說坐三分 哦 坐板凳坐三分 不要坐實 坐實了之後你就沒有辦法 你看他現在坐前面一點就有辦法 挺得很好 嗯 那這個姿勢裡頭 他一樣 他做到一件事 耳朵 肩膀 骨盆一直線 是 當你往前 好 你先來駝背 好來駝背 就不是的 這時候 這裡會受很大的力量 這裡會受很大的力量 久了他就會 對對對 一般人在我們捷運上面 對 腰痠背後 上班族打電腦 滑手機 對 所以你其實很容易練 你就是 你就自己拿一條跳繩 自己這樣拿著 然後你坐下來 你自己看 你站著 你自己這樣 左邊看鏡子 哎呦 腰手的 屁股在前面 有的人是這樣 哦 對對對 他的屁股在前面 骨盆前頸 那你要把它往後移 他才是正確的 因為 如果你找 四歲以下的小朋友 天生坐下來 站起來 他連坐地上都這個姿勢 都是標準的 這裡是凹進去的 健康的姿勢 哦 但是長大之後 就整座還漂亮 哦 哦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沙發 軟 軟的 太舒服了 一坐沉下去之後 你就駝背 哦 所以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是這樣做的 有啊 你在後台都是這樣做 對 因為我習慣了這樣 我連吃飯都是這樣 我就是放鬆的 那如果你做的姿勢是正確的 你習慣了 你跑步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跑的 你的臀部會用力 你這樣你臀部不能用力 哦 是 這很重要 那一般人還沒有開始運動之前呢 其實可以練這個動作 對不起 好 你現在可以做剛剛那個深蹲了 好 你挺胸 手向前伸 臀部離開椅子 一公分 越低越好 可以膝蓋打開 膝蓋朝腳尖方向前進 嗯 再低一點 好 胸部抬高 頭看天花板 頭看天花板 對 想辦法頭看天花板 好 你看它這個背部的線條多漂亮 對 就是最棒的 背部臀部的線條 好 但是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說一件事就是說 它的膝蓋不能超過腳尖 對 好來 你現在這個膝蓋沒有超過腳尖 你哪裡受力比較重 下背對不對 對 下背 好 你現在膝蓋往前一點 臀部低一點 太多了再回去一點點 哪邊比較受力 好 是不是腿比較多力 對 小腿就變得比較多力 對 大腿 大腿還有臀部對不對 對 對 下背沒有那麼用力對不對 嗯 可以再挺一點 好 所以 好 可以坐回去了 哦 重點不是 這樣會流汗對不對 會 對 因為你用最大的肌肉群在運動 是 你光只是坐下來 離開它 你就用最大的肌肉群在做 你看我可以這樣挺 可是它剛剛只能這樣子 因為它的背力量不夠 那你用最大的肌肉群去支撐身體 你每天這樣做 一次三十秒 只要離開椅子就可以了 停留三十秒 停三十秒 啊不行就坐回去嘛 那如果你坐不回去 表示什麼 膝蓋太前面了 哦 就不對 哦 你這樣 你坐不回去嘛 你就會落下去 老師 所以膝蓋太前面的話 其實就會傷到膝蓋 對 因為力量在這裡 對 所以我只要 在椅子上 我能夠停三十秒 它就是一個訓練了 對 老師 那是不是還有一個測試說 可以測試說 到底我們的什麼 脊椎有沒有測歪啊 或者什麼 對 這些東西的 基本上最簡單的測試很簡單 就是 把這東西放頭上 你弄一個毛巾 欸 之後模特兒追會了 哎呀 這個你太強了啦 你就用個毛巾做一個小圈圈 隨便擺一本書 你輸以前 欸 秀 那個你們的秀導不是都會要求 好 然後你往前走 慢慢的往前走 我這樣有正嗎 你這樣沒有正 這個問題好奇怪 我自己抓平衡 你自己抓 呃 你的帽 你的那個那個 那個 毛巾不正 你要那個 老師你扶不到啦 我來扶 對 我真的扶不到 好壞喔 好 好 請你盡量不要讓書掉下來 往前走 放輕鬆 這個時候為了保持平衡 就會看到我們的身體 脊椎是正的還是歪的 對 它的骨盆會動 可是你看喔 骨盆在動的時候 它還是維持一個中線 對 是 那如果脊椎歪的人喔 他做不到 他書一定會一直一直輕 一直輕一直就倒下來 它一定會掉 喔 喔 你 要不要找一個來示範一下 你想確定你是正的還是歪的嗎 我覺得我的脊椎應該是歪的 歪的嗎 對 我覺得你脊椎應該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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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往前一點 好 好 請走 好 還蠻正的啊 很正欸 很正欸 哎呀好正喔 有女神欸 欸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說的是 脊椎很正 不是人很正 我一直以為 你說我很正 因為很久沒有人說我很正了 因為你的脊椎在受力狀態下 一定要維持純正 它才有辦法 歪掉 所以我們在頂著這個重物的 走路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其實就是我們身體 最標準的一個站姿 對 來 老師請坐 可以試試看 腳不能抬起來的 剛剛這個右腳抬不起來 打不開的 攻之不住的 你要注意你的腸胃了 腸胃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會有問題 好 那你如果 來 好 來 我們先請尤夫老師 教我們 大家如何從手面上 來觀察自己的健康狀況 是不是出問題了 看一個人的健康狀況 很多地方 比如說氣色好不好 走路有沒有彎腰駝背 這都可以觀察得出來 但是我列出我們常常要注意到的幾項 重點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有遇到這些東西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要怎麼辦 一般當然你也可以用飲食調整 但是最重要我認為就是運動 不管是有氧運動 伸展運動 甚至是健行走路 氣功 都可以讓你的身體要漸漸的改善過來 是 好 我把幾項重要的觀察 身體健康狀況的那個特徵把它列出來 第一項 看一下你的頭髮有沒有乾枯 大量的掉髮 這樣掉髮它可能是情緒的問題 壓力的問題 另外呢在一般來講 它可能就是血虛精血不足 因為血是髮 那是髮之魚嘛 是 髮是血之魚 就是看頭髮跟你的血氣有關 那這方面當然如果說是頭髮方面 我們很多地方 例如說吃黑芝麻啦 維他命E啦等等之類的 可以去把它補充 但最重要我總是還是運動 難怪那個產後的大量掉髮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真的孕婦 也是很虛弱的時候 好 第二項呢就是臉部浮腫 臉部腫腫可能一般人可能是水啦 當然這我們來講這肺虛啦 脾腎無力 那麼臉部浮腫當然在我們的講法 你也可以可能吃藝人嘛 把它消水去水 最重要還是在強調還是在運動 好 下面呢兩眼無神 兩眼無神是什麼呢 在我們中醫來講說精神衰敗 腐臟失調 事實上我覺得 我們的兩個眼睛無神 就好像兩個燈泡一樣嘛 一定是你的臉部沒有電 臉部就是你的腐臟嘛 腐臟六腐沒電啦 你的兩個眼神就不行了嘛 所以當然這方面你可能要從 當然一般呢可以吃結明子啦 高高級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在運動方面 可以去加強你 讓你整組別說壞掉了 好 再下去呢頭頸肌肉僵硬 就剛剛所講的 這個地方僵硬嘛 這可能在我們講的 是你的精血啦 可能瘀製風寒 這個地方不好 這個地方我想一定要是 要你的氣血流暢才對 另外我們在男人來講 如果這個地方太僵硬的話 是床上也完全不行了啦 功力不行 從這個地方去可以觀察 因為血液循環 血過不去 可是我們 我們血是要放在重點的位置 我們卡在 可是你大腦是循環 是那個引擎 是由大腦發動的 所以 要人對了 血過去才有用 這裡沒有啟動 下面是不會有反應的 否則就會心有餘力不足 就是 對